韓流魅力退燒了嗎 因為最新平面媒體民調出爐 韓國瑜支持率 較三週前下滑五個百分點 全而代之的是 柯文哲聲勢上揚 這很正常的 我不是一直在講嗎 只要國民黨不團結 然後一定柯P民調會往上 只要國民黨拉肚子 柯P的身體會越來越強壯 我已經講得非常清楚了 對我個人來講 民調高要警惕 民調低要努力 那我覺得這個民調起起伏伏 反映了人民的心聲 韓國瑜早就神預言 直指國民黨不團結 只有讓別人趁勢而起的機會 像我這樣一路在抹黑之下 長大的政治人物 我需要的是信心好不好 韓國瑜被視為2020 黨內最強王牌 但卻面臨內憂外患 對內被卡韓 對外責平成綠營劍拔 拉低民調 韓國瑜說自己需要的是信心 而同黨議員也呼籲 國民黨內應該團結 民槍一朵案件難防 所以有很多的這些網路的抹黑的攻擊 一波又一波的跟著來 所以我們在這邊也真的是要呼籲 國民黨中央這裡應該對於韓國瑜市長 能夠多給予一些更多的支持跟愛護 其實誰聲勢好壞不是我們基層民眾的關心 而是看到在不管電視一些媒體裡面 有黨內的互相攻擊的這種現象已經產生了 這是我們所不願樂見的 因為這絕對會影響到未來這個出選之後的黨內團結 下個禮拜希望大家韓粉的人再發起 一些挺韓市長的那種氣勢出來 韓國瑜腹背受敵韓粉也心疼 想以行動力挺韓 讓這張最強王牌有機會出征 2020 我需要的是信心 記者綜合報導